在這段期間我其實經歷蠻多事情 其中對我來講最大的打擊是 我的外婆離開我了 其實我從小就是給外婆帶大 在我成長的這段期間 只要有發生事情 我都會回去跟阿嬤說 所以其實阿嬤某方面扮演的是 像媽媽一樣的角色 所以 接下來我會帶著外婆給我的這個紀念品 跟外婆一直給我的身教樂觀跟勇敢 繼續的往前走 我想要跟大家說就是很抱歉 對不起 我的頻道停根了105天 剛剛看了一下 然後今天是8月6號 我真的是很慎重的 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對啊 在這段期間我其實經歷蠻多事情 然後其中對我來講最大的打擊是 我的外婆離開我了 然後其實我從小就是給外婆帶大 然後媽媽在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生病 所以變成我媽媽沒有辦法跟我聊天 所以在我成長的這段期間 只要有發生事情 我都會回去跟阿嬤說 所以其實阿嬤某方面扮演的是 像媽媽一樣的角色 所以 我其實在這一段時間 我都在整理我的心情 然後主要也是不想要把不好的能量 帶給大家 所以 可能也會看到我很少更新我的社群 就是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在沉澱 你這麼可愛喔 阿嬤那是誰 這是 這是我 是你喔 阿嬤那是不一樣的 然後前陣子 外婆的告別式也圓滿了 然後 外婆留給我了一個戒指 我很感謝她留下來給我的是樂觀 勇敢 所以呢 接下來我會帶著外婆給我的這個紀念品 跟外婆一直給我的身教 樂觀跟勇敢 繼續的往前走 然後接下來我也即將要進入一個新的身份 就是大學生 我要進入國立屏東大學 就讀音樂學系 未來這段期間 我會努力的開始製作上大學的一連串的分享 請大家來督促我 只是盡量多拍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大學生活 所以我要開始振作囉 請期待我的新節目